好 回到我们台湾共同团 持续追真相的这个时刻 带您看最新的现场画面 红仲秋告别是早上举行 其实真是让家人心碎 因为现在红仲秋已经化为一堆骨灰而已了 来看看最新的现场状况 我们要交给记者廖荣云 好 主位各位观众 真的是最后一趟路了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红仲秋的姐姐洪慈雍呢 是在11点20的时候 带着这个弟弟红仲秋 是来到了台中大甲的鼓葬场 那么经过两个小时之后呢 这个他脱下了桑胡 这个哥哥也就是红梁君 两个人是一起来到了这里 要将弟弟接往 就是他们帮他选好的塔位 也是位于南投民间的万丹山生命纪念园区 那么可以看到两个人虽然脱下了这个桑胡呢 但是掩不住的是满脸的悲伤 脸上呢其实都还看得出来已经哭过 而且双眼是红肿的 两个人是再度回到了火葬场之后呢 双眼红肿还是核实的 希望弟子跟弟弟跟着他们回家 那希望呢就是带着这个弟弟的一个骨灰呢 回到他们帮他选好的南投民间万丹山生命园区 从购楼市一直到送他到火葬场 一直到现在弟弟捧着弟弟的骨灰呢 要带往他回到这个万丹山这个生命纪念园区 其实这一路上对于红家人来说 每一步都是非常的煎熬 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红仲秋的姐姐红姿勇 以及他的亲生哥哥 红梁君以及弟弟红梁宇 三个人其实都非常的坚强 相互的捕持这个捧着弟弟红仲秋的一个骨灰呢 他们要带弟弟走最后一程 那么接下来就是在告别式之后呢 所谓的真相 他们也将会继续的坚持下去 以上是我们来自台中大家的最新现场直播 谢谢荣云 相信看到这个画面 如果家中您曾经有亲人 往生甚至是跟红仲秋一样 是一个不明的原因而往生 相信您看到画面感同身受 恐怕也会跟我一样想要掉泪 因为在这最后时刻 好好的人推进了焚化炉 最后出来的只剩那一坛的骨灰 这几头真相再找不出来的话 政府你怎么跟大家交代 重点是有多少将军中的冤狱 要怎么样好好地处理 我们看到红仲秋今天 好就这样子了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 真相不会就此灰飞烟灭 我们继续请欧老师带大家看 今天关于死亡证明爸爸 红爸爸在这里承受非常非常之久 一个死亡证明 七月四号开的叫做意外 但是呢红家不接手 第二张死亡证明叫做原因死因不明 法医都已经说叫他围 就是他杀了 连这个总统终于生气了 今天说的最重要的话叫做 这叫司法常识 法医怎么样做确认 你就应该怎么开 到底是我们的军方 实在是非常的蛮嗨 还是我们的总统你完全叫不动 这非常残酷的一个事实终于显现在大家的眼前了 就是总统出面或者是将一化出面 一样无能为力 不革命的革命那个力量最大 宁静的革命那个威力最大 要回来那个正义会撼动整个国家体系 这场这个白山军的出动告诉我们一件事 人民已经知道了 原来念哈佛和耶鲁的博士 是真的比不上 在电脑上打字的九把刀和宅神 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样叫做真相 他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叫做逻辑不通 我们今天很残酷的看到 总统竟然在这个洪家的这个丧礼上 当洪舅舅在跟他讲话的时候 他跟他说这位是 请问你是谁啊 这么一个月了 他还是不知道他是谁 那没关系 他不知道幕僚也该知道 幕僚应该要告诉总统 这样的情况 多么令人感觉到伤痛 所以我认为整体的表现 昨天到今天 但是这两天就够了 这两天整体的表现 是政府代表着落后的那一方 代表需要被革命的那一方 他们像是紫禁城里面还在骑马 像是说崔利略 面对这个太阳中心说 还是地球中心说那个时代 现在已经都是什么时代了 是 好 结果呢 到了晚上 江一华已经急急忙忙出来开记者会 结果他到了第三点还是告诉我们说 这件事情就这么办了 那和今天这是不是如出一策吗 如果开一个死亡证明 把正确的死亡的原因说清楚 这是一个和其基本 和其最简单的事情 国主很简单 今天如果这个人是我们的亲戚 他的死因法医已经告诉我们了 我们只是要把他正确的死因填上去 对于我们整个在户籍的过程里面 有一个正确的交代 这个郁闷和所有 你政府把我们怎么对待的 我们的孩子 这交给到你们手上以后 并且我们用各种方法来期盼你 祈求你 请你给我们一点点真相 而欲得之而不能 是 结果二十万人动员了 好 你亲自去了 还是如此 这就是我们政府给我们的吗 好 所以总统今天说到 这叫司法常识 总统这时候终于想起来 他是学法律的 死亡证明 这个当然就是法医开的一个最后的原因 但是这个司法常识 我们军检看不懂 军院听不懂 国防部在这里还在置之部里 就知道我们国防部是多么多么的满憾 这是在死因不明的部分 我们洪家人要求就是他杀 就是赶紧把他化为真正这个死亡证明书 正式的给洪家一个交代 这个有这么样的难吗 总统继续的指示之后 到底国防部会不会立刻的改 不得而知 但今天洪家人洪妈妈还收到全家人 身家性命受到了威胁 任俊 讲到监听 其实最近的洪家人也不断在说到监听监听 今天这也成为了是洪家人跟总统来承情 很重要的一环 但是总统监听怎么说 2008年我们总统5月20号就职 当天就职大典的就职致词就告诉大家 他的任内没有办法接受违法监听 难道监听洪家是合法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是说 像我们现在国家有一个东西叫监听法 如果按照正常状况来讲 包含你军中的总机都不可以录音 因为如果你偷录音这个就是违法 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就讲说 你陶检要去查扣军中的这个总机的时候 你可能也查不出什么东西了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这里 他真的没有录了吗 对 所以重点又回来这一个 就是国主讲的是 难道真的没有吗 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其实不只在红岸里面 包含很多的事件里面 大家都提到就是说 我似乎自己被监听了 为什么等一下会有这样的质疑 是你自己 你再回想一下洪家他们是怎么说 他说在这个事件之前 我们家的电话通讯 其实都是很正常的 可是从这个洪中秋死亡事件 这个整个开始 大概社会上讨论费业养养的时候 他会开始说 我们家的这个行动电话 通讯上面似乎有时候变大声变小声 有的时候会有回音 甚至有时候会有断讯 那如果在之前 他从来都没有这些状况的时候 在这个事件之后 他开始发现到 他们通联的情形 有这些被干扰的状况之后 他当然第一个合理会怀疑说 我是不是被人家监听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其实我也问过一些 比较像军中 很多人也会质疑说 那军中是不是会去违法监听 比如说在这个事件上面 大家会说 你是不是有去偷听人家 或者去干扰人家 其实军中也告诉我 说以现在 如果真的我要监听 监听到被你发现 那我的监听技术 也实在是太差了 他们现在这样的一个说法 可是我必须要这样讲 家属所提出来 任何一项的质疑 其实都是值得尊重的 所以我也就会对 马英九总统 在这整件事情上面的表现 我会有一些不太理解 就是说以总统的专业 跟以他的素养 包含他从政这么多年的状况下 你做出了很多的回答 会让人家很困惑的 好 我举例 比如说你刚刚前面讲的 那个死亡原因 他杀跟他为 总统当你在这边说 没错就是应该做他杀 如果说法医说他杀 那你就应该写他杀 你有没有想过你讲这句话 其实你是狠狠地告诉大家说 我也不相信你军检的调查 因为你军检的这些东西 写的就是这个状况嘛 那你现在在这里推翻他了 那请问我民众 要怎么去相信军检呢 我觉得现在很多事情 是我们的政府 它在某些事件上面 即使你自己认为 你自己作为没有错 可是当你面对很多民众的愤怒的时候 你自己反而自自呜呜的 甚至你开始去自打嘴巴的时候 你怎么让人家去相信你 包含你现在讲说 台湾民主不会有非法监听或选择性的办案 跟政治干预媒体或选务机关的现象 真的是这样吗 我必须要讲哦 如果没有检察官的同意就进行监听 如果有证据就马上研办 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是 我很不喜欢我们的政府官员 现在都讲什么 证据到哪里我就办到哪里 报告总统你错了 是没有证据 你要想办法去找证据 去办给人家看 而不是说你有什么我才提供给你 我觉得这是整件事情上 你所办的最大的谬误 是哦 谢仁局最大的谬误 但总统今天我发现 你的讲话看似 你要在这里做很魄力的一个回应 但最后结果呢 自打嘴巴 我们的施政为什么让大家觉得闷 横向纵向完全没有联系 总统今天这样子还是说 你在暗示大家 均简的贞结报告 你也不接受 那然后呢 带我回来